根据2021胡润中国百富榜 字节跳动联合创始人张一鸣 以3400亿的个人资产基身第二 仅38岁就成为了中国一线富豪 在早期的一次访谈中 张一鸣谈到自己的创业之路 他认为在他创业时 中国整体的创业难度确实比过去低了很多 还透露自己为了融资 在一个月内见了30多个投资人 说话说的太多导致一度失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